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修 立法院还在各种的争论攻防当中 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 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 赖岳前教授 主持人好 我跟朋友大家好 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 大家好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庭将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昨天520就职典礼之后 原本先前大家很多人的预料 应该在两岸的议题方面 赖总统应该会更温和 释出更多的善意 但结论他讲出来的话是如何呢 被说是两国论 而其中要去解释这两国论 引起了各种的争议 或对岸的言辞批评的时候 郑文灿出现了 今天有一个研讨会 特别要诠释赖青的未来 在两岸政策的方向 郑文灿帮他解释 他说500 520的就 对不起不是500 520的就职演说呢 外界都在看关键字 可是其实重点只有一个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维持现状 判以中华民国的宪法 定位两岸关系 同时还呼吁中国 不要回避中华民国的存在 他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吗 大家都觉得 你可能没有看懂 我们的宪法条文 但是中国大陆的学者批评 他说这个是虽然没有提到台独 但通篇都在打台独的插边球 甚至用两国论包装台独的主张 不过过去蔡英文讲的比较婉转 或者是暧昧跟喊混 这一次是直白的讲 所以凸显国籍问题来对立两岸事物 预料两岸对抗将会加剧 这是大陆学者的看法 而当然官方的部分 透过新华社各种的报道 新闻稿出来都是 充斥政治谎言 煽动两岸对立 赤裸裸的台独自白书 等等的 王毅话讲得很重 第一时间他就回应了 他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为 台独分裂的行径不可行 一个中国原则是 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 相对于看看 我们看到今天的核报的时候 直接形容这个叫做 这份讲稿有美国的末痕还在 那感染之断 那这个对岸的这样的谈话 对于不满意的情况 美国倒是蛮满意的 所以布林肯立刻就恭贺 赖姓的纠任总统之外 同时还特别讲 期待共同未来要合作 而且不管是CNN 或是主要的主流媒体 通通对于他这个谈话 维持现状是给予高度的肯定 但是在南海的部分 台海的问题 现在还不知道进一步会如何 光南海解放军 动作就越来越大了 要对南海的外国船舰动手吗 这个报道告诉大家说 中共海警3号强硬出台 6月会全面摊牌 什么意思 有个新规定公布了 如果有外国人 停留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海域范围 侵入了海域的话 现在强调会有中国大陆方面 有权力进行拘留审查 最长可以达到60天 所以菲律宾的媒体就认为 所以这个新规定发布之后 告诉大家什么 以后如果菲律宾的船只接近黄岩岛 仁爱礁这附近 还不是喷你水柱而已 是不是有可能直接被大陆的海警拘留呢 抓起来 那小马可氏菲律宾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菲律宾完全无法接受 中国这个第三号令 会采取一切的措施保护公民 那怎么办呢 如果有船舰 或者是渔船鸣船到那个海域去 发生的冲突要被抓的时候 小马可氏或菲律宾 会采取什么强义的行动呢 就拭目以待了 当然中国跟柬埔寨也举行的一个 史上最大的联合军演 被说这个是称对着南台的冲突而来 19号的时候 到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这个地方 那中简的共同的军事演习 强调什么呢 就是铁杆的友谊 那帮助柬埔寨要提升 在仙罗湾的海军基地 这个升级的地位 但是美国当然担心 借这样的演习行动 去扶植柬埔寨 却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中国的力量影响力越来越大 还有印度 当然是美国极力要用来 抗衡中国的一个力量 印度也做了一件事情 他派了军舰 悄悄地到南海去军演吗 被说是唯妙提醒 北京的国际法吗 那当然新德里的智库主任就说 像这一类海军部署 会唯妙提醒 主要是针对国际社会 对北京违法行为 越发关注的重要讯息 也要冲着南海而来吗 当然这个印度的动作 还挺多的 最近中印之间 一直有所冲突 但他突然在边境修建了一个 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坦克修护场 那这么高的地方 盖坦克修护场要干什么呢 这个距离 其实距离中国边境只有25公里 如果在这么高的地方 设坦克修护场 那代表可能还会不断地扩建 其他的印度的军事基础设施 那不管是补给或军力 跟人员的派送就越来越多 当然会增加中国大陆方面 对于印度的疑议 所以这个周边 不管海上或者陆上 都有各种美方的着落 着落的痕迹很清楚 委员 当这个昨天赖清德总统 公开的两岸谈话之后 大家的翻译都是 也不用翻译 都直白地告诉大家他的想法 对 这个赖清德 其实我想中国大陆 其实心里应该要准备 我们在台湾的很多人 尤其国民党大概心里也都有准备 就以赖清德的个性 他不可能在他就职大典上 提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起放 他用很螺和的方式去处理他 那他跟蔡英文的个性是这样的 两岸其实都有一个 比较阴沉的那一面 不是那种非常开朗 你看他苏贞昌 就是非常阳刚这样子 我觉得蔡英文是阴柔 他有阴沉的面 但他裸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可是赖清德 是一样有 比较阴暗的那一面 可是他处理问题是很阳刚的 很直接 对 平常的形式风格 你看他很低调 可是他讲话 尤其这个话 涉及到他的所谓的价值 基本价值的时候 他是很强硬的 他是很固执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可能要 没有办法拿他跟蔡英文 两个对等来看 蔡英文他毕竟有他的 比较柔软柔和的那一面 所以他处理两岸关系的话 大体上来讲的话 是比较稳健的 可是赖清德作为一个 民进党有出过这么多行政院长 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在立法院说 他就是台独的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所以他是跟其他的政治人物不太一样 平常形式低调 可是到他该讲话的时候 他如果他要表达意见的时候 他是用很强烈的态度在表达的 那这个会不会引发两岸什么进步冲突 我的感觉中国大陆会做一些动作 去表达他的不满 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能够有所影响民进党的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陆政策 可是你说中国大陆会不会做一个 非常大的动作 比如说军演 就像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这样 围着台湾进行非常大规模的军演 我不认为 我认为一般人都觉得说 都看到是中国大陆非常强硬的一面 但是我认为习近平这个人 有他非常深沉 非常坚韧的那一面 因为他也知道目前的情况 如果在台湾这个地方 再搞非常大规模军演 让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的话 其实你给美国一个更好的借口 结合日本 对台湾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 军事的援助 军事的协助等等 这个大概也不是中国大陆 所乐见的了 所以我认为两岸关系就是僵下去了 就是僵下去 但僵下去里面 中国大陆也想做一些事 民进党政府大概也想做一件事 那这个共同的焦点 那赖清德一讲出来 大概就在观光这个事情上面 所以观光 应该双方会逐渐的展现弹性 展现善意 然后慢慢让它开放 但是这个东西 对双方的基本的那种政策 是很有限的 这是非常边际的这样一个效用 那可不会从这方面去发展出 双方有更密切的这样一个对谈交流 关系的改善 我那不容易 因为民进党政府 包括蔡英文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由美国当靠山 我不需要在两岸问题上面 有任何必要的妥协 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因为相信中国大陆 也拿台湾没有办法 佩洛西来了 你军演完了你又走了 你也拿我没办法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这个只是要再讲一下 就是说 你看这个新加坡 其实是这几十年来 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有尊严 有自尊 有自信的一个国家 有自主性 对 还有自主性的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他就是觉得说 我的做法就是 我不在你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选边 你们 跟你们来往有利的地方 我就要跟你来往 但是你要我做选择 要去排斥另外一方 我不干 因为这对我没有好处 所以他的政策就是两 就是两面逢源 左右要逢源 他不要变成人家下棋的棋子 他要成为一个可以影响两强 至少两强 不会干涉他的外交政策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 他是一直维持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 那教授认为美方的角色是什么 而在这当中 对赖清德当然是从心而论 他就是心里就这么想的 接下来对两岸 又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这是 美国跟赖清德他们在合眼 因为美国在赖清德演说前十天 先到联合国里面说 这个二级五八号决一 这个台湾地位未定 赖清德马上接着就说了 说这个两岸父不隶属 赖清德原来是不会 轻易讲中华民国的 而且也不会轻易地讲 中华民国宪法的 没错 现在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挂在嘴巴 三合一挂在一起下 对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 然后台湾讲得更多一点 我就想起我看过美国一个电影 一个电影好像是 原因我忘了 就是一个外星蟑螂 然后寄生在人的身体上 变成人的 把人当作一个皮囊 这样 这个有点点像这样子 就是说一个外星蟑螂 那么或是台独的 寄生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下 把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么变成一个皮囊 然后他在里面演 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他本身就是台独 只是说这个主人已经死了 已经没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是在中国大陆定的 当时制定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 都是大陆人 就是中国人 那在台湾有真修条文 主神基于哪里也都是上面 明确学会 真修条文也不会就是修了那几条 所以本文都是大陆定的 那如果以他讲台湾的话 那倒不如回来讲中国 因为我们 这是中国人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而中华民国宪法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中国人 可是我现在要问的就是 那现在你既然回归到中华民国 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 那你要不要告诉我 你是中国人还是不是中国人 这部宪法就是中国人定的 你要不要说你是中国人 还是不是中国人 那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很明显的 你就是那个外星蟑螂 寄生在中华民国宪法的 这个皮囊上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很明显的 美国跟这个赖清德 他们演的这场戏 大陆看得很清楚 我个人的推断 所以大陆不管是国台办也好 外交部的王毅也好 马上就定义了 就是耐心的就是台独了 你的自白书就定了 所以很明显的估计 未来四年两岸之间 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会好 可是国台办讲的话很明白 也就是民间的交流继续进行 民间的往来继续进行 但是官方的往来 一样继续卡在那个地方 我想这个是大方向大概定了 南海的问题我倒觉得到六月中的时候 会考验三方 因为海警法的这个新规 也就是进入到我们南海海域 也就是主权范围内的这些人 中国大陆要直接拘捕 然后可以拘禁六十天左右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拘禁当然很有可能就带到海南岛 去拘留 有可能 那一拘留就六十天 那这样的情形下 我为什么会说是考验三方呢 第一个就是如果时间 一到菲律宾的船来了 也进入了这个水域了 然后里面带有日本的一些媒体记者 或是带有美国的所谓的地质学家 假设是这样子 说我要来考察地质 那你逮不逮捕 如果不逮捕 那这个法律就被挑战了 然后大陆的海警 马上就会被挑战了 然后他大陆的民众 会对于他海警 会有很大的意见 所以那个海警的 执法的压力会很大 这第一个 一方的挑战 二方的挑战就是美国 如果大陆开始执法了以后 你要不要介入 你如果没有介入 大家都对你死心了 就知道说原来你就是一张嘴 然后你什么都不敢做 然后第三个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进来了以后 如果那么被逮捕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马可是回去 他面对麻烦了 可是如果菲律宾不进来 那怎么办 那所以我个人觉得 菲律宾可能会走一半 带着记者拍了几场戏 接着看到海警船来了 掉头就走 然后电影摄影机关掉 说你看我们已经去过了 他什么事都没做 是 六月很快 现在已经五月底了 马上六月这个法令执行 所以现在这样讲起来的话 是南海比台海危险 这样吗 我认为他因为中国大陆 在这一方面 他的执法已经变成比较更积极 本来是广播驱离 后来变成水炮驱离 水炮去把菲律宾的这些补给船 做喷水的动作把它做驱离 现在要执法驱离了 要执法了 在六月的话就要执法 执法的话换句要在南海这一方面 那菲律宾呢 中国大陆是海警船 菲律宾会派海上防卫队过来 这样子 那两个都是执法 海警船执法 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也是执法的 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在这方面有对立有冲突 原来上中国大陆的海军 他在旁边他是维权 他在旁边做戒户 那菲律宾可能会做戒户 变成这个状况 但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动位都非常大 三千顿 四千顿 菲律宾最大的海岸防卫队 一千顿 变成小屋见大屋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菲律宾在这一方面 他如果要海岸防卫队 他要去执法 他会占下风 因为在动位上还有稍速上 因为中国大陆不是从海岸过来 直接从美濟岛就过来了 美濟岛过来到 尤其是到仁爱礁 那很近 那才32公里 很近 如果是到黄岩岛 巴拉旺岛到黄岩岛 还有从美濟岛黄岩岛 大概距离盖等差不多 所以菲律宾没有占上风 占在传的动位上面 还有在稍速上 中国大陆会占上风 因为我们来看中简 这个海陆的演习 就是这一次的规模 它的名称叫做金龙2024 它规模2000多人 这个算比往年的规模就要大 而且中的海军跟陆军 中国大陆两艘船 就是七级光 七级光的话 它是9000吨的飞弹 我们讲飞弹护卫舰 另外一个是071的两栖作战舰 这个动位就不小了 它是也算是船屋登陆舰 但是这两个都派到柬埔寨 在云朗他们已经停了五个月了 换句话说他想要卖这个船给柬埔寨 这个船也在这边帮柬埔寨在训练 这一次借了演习 他们海陆演习 海军跟陆军做演习 这样的话可以让柬埔寨 更熟悉一下共军的这些装备 因为他要买中国大陆的这些船舰 这刚好在那边做训练做介绍 而且这一次的演习总共是15天 期程蛮长的 但是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这一次的话 也是一样用无人机也出来了 以前无人机不太用 现在的话无人机的话 再次中检演习 基隆2024无人机跑出来了 第二个机器狗 机器狗的话以后 机器狗上面可以背个冲锋枪 可以背个甚至我们讲到的 冲锋步枪或者机关枪都有可能 换句到将来的话 这一次中检演习在验证 机器狗能够在战场上 所发挥的后勤补及能力 还有这个层次作战 机器狗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能 我认为这一次中检演习 在验证机器狗